小年夜的台北市大安区不平静 有名车主逛完街 发现了自己的爱车失气了 气炸报警 警方巡线掉约了监视器 逮到了一名从新竹搭火车北上的灌切 他公称说是因为缺钱花用 才会来台北找朋友借钱 只是因为当天下着大雨 这个机车的钥匙没有拔 他以为没有人要这一台车才会骑走 暗夜雨天路上的车辆并不多 一名骑着机车的男子行踪鬼祟 不断加速前行 原来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可是一名贯切 车主逛完街发现爱车失气 气炸报警待人 警方火速掉约监视器 在抽伤待住偷车嫌犯 嫌犯招待后还不慌不忙 变成自己把车骑走 只是因为下雨咬带不用 行径丝毫没在怕 但嚣张没多久 立刻被远警带繁锁 侦办气焰全消 乖得像只猫 原来嫌犯小年夜当天从新竹打火车上来 台北一路步行走到通话街上 看到一辆机车的钥匙没有拔 就动起歪脑筋 直接上车把机车骑走 实在离谱 8号小年夜晚上10点大安区通话街上 证明由着窃盗毒品枪炮等前科的 审信嫌犯因为缺钱花用 从新竹搭车背上找朋友借钱 途中竟然偷车 招待后还变称是因为下雨 想要快点回家 而且以为车子没人要了 并没有想偷 但是这说法并不被警方采信 人将他依法送办 因为一时起心动念 注下大错 这下借到的500块钱 不仅花不到 还得让自己的新年 在警局度过 记者王文君万家为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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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